我是為你趙少康跟陳時中 做那個選台北市長 會 誰會贏啊 我當然是陳時中會贏 這是太明顯的 我認為陳時中以他對防疫的貢獻 對臺灣的貢獻 趙少康跟馬英 是這個講萬安 他一定會輸給講萬安的 你說初選會輸給講萬安 可是黨主席可以喬啊 喬 喬成自己選嗎 對啊 或者是他可以逼迫黨主席啊 今天人家還是告訴我說 他的最後還是目的 他們的目的是要叫韓國瑜出來選 選桃園市長 不是選黨主席嗎 不是 他們這盤是有計畫 為什麼韓國瑜自己不跳出來選 這盤計畫是趙阿康選黨主席 選上以後韓國瑜選桃園 他們其實就是說主席是有一個 他們可以操控的人 現在他們可以操控江啟臣嗎 你就看跟江啟臣這個談判啊 談判到什麼程度啊 他們就會要東西了 是不是 從過去跟汽水德談判開始 所以這一次江啟臣其實也必須有所退讓 要交出一些籌碼嗎 是啊 你看了所以是這樣 那問題是江啟臣現在很尷尬就是說 因為本身有人要跟他選的是朱立倫 那朱立倫跟這個 本身是江啟臣跟朱立倫要選嘛 那你現在跑出來一個趙少康 那這個趙少康後面還有一個尾巴 對 他有一個韓反在支持 所以江啟臣就變成這三者面比較弱的一個 所以他就變成有一個危險性 可是如果他今天出面擋了這個趙少康 他也不是幫自己啊 他等於幫朱立倫啊 所以他幹嘛 所以所以他乾脆就把這個放了 放完之後尾巴就是朱立倫的事情了 那朱立倫要不要因為這樣子被那個大海嘯淹沒了 那要看未來的發展 朱立倫未來可能當主席 如果是江啟臣不選的話 就是直接跟朱立倫對抗了 那朱立倫的後面就是侯友誼嘛 那你侯友誼要不要出來這個捍衛本土派 所以後面就會牽扯一大根 但是情勢確實是大亂的 對國民黨而言 情勢大亂就引起黨內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派別之爭啊 就很大了 你看朱立倫開始如果 然後圍堵趙少康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朱涵又對決一次 然後黨內的背後很複雜 然後你馬英九為什麼要擋趙少康 他跟他不是很好嗎 馬英九有擋趙少康嗎 馬英九一下就照規矩來啊 然後一開始說我們表示歡迎什麼的 可是趙少康進去之後 一定會跟馬英九搶所謂的 親中的排行棒嘛 那個跟中共就會指理 這個黨主席的限職的人 可是張啟臣如果繼續做黨主席 在背後的這個太上皇就是 馬英九是中國在乎的人 可是如果趙少康接的黨主席 那中國就可以直接對口的人 就是趙少康 就是韓國瑜跟趙少康 雙胞胎 對那就不用跳過 那就不用離馬英九了 所以馬英九也很有危機感 他一進來之後 江啟臣有危機感 馬英九跟朱立倫也很有危機感啊 這好像是在正中的大陸